这就是京东最新推出的配送机器人 车上载有雷达和传感器 可以360度无死角感应周围情况 遇到红绿灯它会自动停下 还会避让行人 左边一位大妈骑脚踏车过来 它立刻减速 机器人的配送情形 全程同步上传到监控中心 在站点的这样一个运营和监控人员 可以通过这个实施的推流画面 看到我们配送机器人所处的 这样一个实施的环境和情况 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我们配送机器人 实施回传的这样一个 积电信息的这样一个数据 包括它的剩余电量 剩余的续航里程 电压和温度等等 配送机器人最高时速只有15公里 到了配送目的地 它自动停靠 用户可以输入取货码 或人脸识别 或点击手机APP里面的连结 三种方式取货 机器人最多可以同时 配备30个取货箱 京东正在打造全球第一个 空中和地面一体的 智慧物流网路 在2020年 京东的无人重型卡车 将开上高速公路 可以连续飞行1000公里的无人机 将与智能机场连结 其实京东在去年 就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全流程 无人仓储 从收货 存储 订单 拣选到包装 全面自动化 大陆进入智能化时代 未来送货到你我家门口的 将不会是快递员 而是机器人 未来